中共的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两高 针对着网络犯罪言论的最新司法解释出台之后 引发了以法律界为首的反对声浪 不断的有律师以个人名义向两高提出异议 近期呢更有法律界人士进一步的发起 联合上书人大常委会的签名活动 要求人大废止两高有关网络犯罪的司法解释 并追究两高越权立法的法律责任 那么这一做法呢引发了法律界的震动 还有律师们的积极响应 由北京律师陈海王全璋 黎雄斌等多名律师 共同起草的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 依法审议并废止两高网络犯罪司法解释 公民监督建议书 9月15号下午在网络公开征集签名 随后正式寄出 建议书提出两高关于网络犯罪言论的司法解释 多处涉嫌越权立法应该依法废止 虽然这份建议书在新浪微博公开不久 立即遭到封杀 但短短时间内依然得到了多名律师 及法律界人士的积极响应 中国大陆法律界人士普遍认为 按照宪法67条和立法法42条规定 司法解释权在全国人大常委会 而不是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 两高作为司法机构并没有立法权 因此他们的司法解释不具有法律效力 建议书还指出两高释法的根本目的 是为当局打击网络言论自由提供法律依据 试图遏制公众对中共各种公权力违法不满的网络曝光 监督控告等行为 杭州律师王成9月9号也在网上呼吁 中共人大常委会处理两高的越权问题 王成还起草了联署公开信 中国律师界除了联署公开信或建议书之外 还有很多律师纷纷以个人的名义写信给中共人大 要求追究两高的法律责任 被称为绿坛怪侠的湖南维权律师杨金柱 11号晚在博客上表示 他将以中国公民和律师的双重身份 向中共人大实名举报两高 关于网络言论司法解释违反宪法 他要求人大对两高的司法解释进行违宪审查 多年来中国法律界关于两高司法解释权的争议一直不断 如1999年10月30号以及2001年6月4号 两高两次联名出台关于利用邪教组织犯罪的若干司法解释 这些司法解释虽然被法律界的很多律师认定 不具备任何法律效力 甚至违反了宪法 却依然被中共利用来打击法轮功长达十多年之久 因此一些律师对这次中共能否接受律师界建议 命令两高废除对网络言论犯罪的司法解释 并不抱有太大希望